我個人認為品牌打造對企業的重要性就好像我們一個人 他展現的樣子或是他的氣質跟想法 其實他需要透過他的行為舉止或是他的服飾穿著等等 所以我想品牌打造對企業的重要性就好像可以做到一個人如其名 他的名稱可以仁如其始這樣的一個狀況 遇到的挑戰其實是持續的去思考為什麼要打造這個品牌 然後其實挑戰包含產品也好或是我們的組織或是我們的人力 很重要的是我們整個組織跟我們的想法 他裡面內在的commitment 有沒有真正的想要持續的往打造品牌的這些過程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方面的挑戰 這些挑戰都是未來成長品牌的一個很必要的養分 參加品牌計畫的時候就像我們透過品牌計畫的輔導顧問 去理解我們自己哪裡有做好哪裡有做不好 那就像我們從以前不管我們學習的過程中 從知其所以然到知其然 去學習去了解 那做不好的部分我們理解它 那未來的部分我們去做得更好 那就有機會從做不好的裡面去完善自己 完善公司的各個方方面面 那未來的道路上我們就可以再做得更好 我們走開頭 今天我們有個字幕 先來看 我們帶我們 een小奇妙 去到處理 我們然後我們不到 我們開始試圍 我們到處理